詞曲 李宗盛 他陪葬的方法 在香港就是那個 已經完全丟到垃圾桶 的一波兩隻 現在他在 從垃圾桶裡頭 把一波兩隻拿出來 丟到你台灣身上 把你搞得髒兮兮的 就是自己的 就是中國殭屍想要 在自己被拜往之前 抓住台灣跟抓住香港 一起陪葬 所以蔡英文這個講法 才是很重要 在這一段時間 那我相信五次全世界 大家都希望聽到 蔡英總統這個講法 這個奧義度很重要 不過我要提醒蔡英文 以現在的力度來看 我們要趕快研究 他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是不是能著手實施 這是顛覆國家政權 一國兩制代表的派任 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抓起來 不要任何客氣 法律一定有的 法律一定有 如果法律上面不夠明確 我也認為民進黨的這個 立業黨團 一定要馬上朝野協商 熱眼測試整個 國民黨的立委 以及其他黨立委 你們在這個國家 你們在這個國家的立場上面 還要繼續為一個 死去的盆栽交稅嗎 你們不是應該深深地去 跟大家來做把台灣的主權地位 這一個真正的大術 把它培養起來 這顆才是我們賴以為生的 這個整個生命之數 不要再去面對那些虛假的東西 因為習近平的這個東西 我剛講 它是一個私術火車 它自己要去撞懸崖 我們不要陪賬 誰陪你啊 是 這個才是真正 我們今天站在這個地方 最重要的一個態勢 看清楚的事情 進去鎖定 新台灣加油